哈喽大家好,我是庄哲 那今天呢给大家的是一组用北美樱桃母和仿束藤边相结合的闭设家具作品 很多人会很好奇,什么是闭设呢? 那其实呢每一年的4到7月份啊 是全国各大院校产品设计类、艺术类等专业的毕业生上交毕业作品的时间 那这位毕业生呢不仅仅要从无到有的设计一件作品 还需要将该作品通过模型或者是实物的形式展现出来 那并参加当年学院组织的毕业作品展 那通过呢这个毕业作品展来检验自己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果 这期视频的内容呢就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工业设计专业的粉丝找到我们 让我们来帮他完成他的设计作品 这套作品呢已经在他们学院里获得了优秀毕业作品的第三名 那起初呢我并不想接这个单子 因为作品里设计到了一些圆弧的造型 然后木材去实现圆弧呢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最后呢我还是被他的优秀设计和真诚所打动 决定帮他完成作品 那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产品设计里面的家具设计的学习问题 因为我自己并不是此类专业出身 只是通过后期凡事学艺学习的木工以及家具设计 所以呢我并不清楚真实的家具设计专业的学习过程 因此呢我很想知道任何老师教你们辨识各种材料吗 比如说木材铁翼皮具布衣素质等等 有带你们了解材质之间的结合工艺吗 比如说木质的绳毛铁翼的焊接 皮具布衣的缝合工艺 素质的灌注手法等等 那家具鉴赏造型研究咱们就不提了 因为这个很大程序上呢是取决于个人的审理水平 那这些重要的知识呢学校也应该都有教吧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来咨询必试的同学 在设计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有的甚至是不可能去实现的 但还是能通过导师的审核并投入制作 所以呢我想知道你们在不了解材料工艺和成本的情况下 是如何设计下去的 那希望看到该视频的产品设计专业 家具设计专业的同学留言帮我解惑 因为每一年这个时候呢 我总是会被一些奇奇怪怪的壁设作品折磨到愈陷愈死 OK 今天的视频就要知道 喜欢小伙伴别忘了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